大家还记得我们去吃过的老香楼吗 那是湖南菜 本次我们尝试一下四川菜 浅葱小畅 我们去的这家分店是在科技园 店如其名 复古的装潢 木制的桌椅 走文艺路线 中间有个舞台小小的不大 是属于一家音乐餐厅 糖醋排骨甜香 切的比较碎 能吃出黄酒的味道 轻微的醋味 跟广式糖醋排骨完全不一样 紫酥青瓜 重点是用紫酥去炒 能吃出挺重的自然味 跟紫酥味道很融洽 算是一个特色 鸡丝凉面 去的朋友一定要点 店里排名第一的单品 凉面吃起来非常清爽 微麻辣中带点甜 特别简腻哦 蟹黄豆花吃起来就像羹一样 里面没有蟹黄 吃起来有淡淡的鸡蛋味 它们的豆花非常嫩 烧焦皮蛋 皮蛋是熟的 撒上了麻辣肉末 但是口味吃起来并没有那么香 味道还是不够重 没有我们在窗围堂吃的好吃 小炒黄牛肉 牛肉不会柴 满盆辣椒吃多几口会有明显的辣感 但是吃不出爆炒的香味 会有点像水煮肉的感觉 有多香香吗 我们用的是38底100的券 三个人吃七八分饱 人均消费26 整体口味挺符合大众的 不会很辣 比较温和 好啦 欢迎大家来关注深圳穷实际